而李玉刚与张力一起演唱《亲爱的妈妈》 更让发布会现场气氛达到了高潮 唱响了所有在外漂泊的游子心扉 作为嘉宾 李玉刚也现身张力发布会 通过反串表演在09年大红大紫的李玉刚人气正盛 应观众要求 春晚导演组也早在7月份向李玉刚发出申请 但面对这个人人向往的舞台 李玉刚却并没有表现出十足的兴趣 我过年我会游记场出国的演出 因为中央电视台的央视的春晚 我今年没有提交作品 因为在前期一直在准备我的演唱会 所以耽搁了提交作品的时间 所以今年我过年的时间 正好要出国慰问在外面的华人华侨 也算是新年对自己 或者说对所有人的一个贡献